这片山林环绕之地 衣山傍水 和中国江南水乡的风貌 没有什么不同 一个时政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 一个古代王国 就掩埋于这片山林之下 他有一个动听的名字 梁主 1936年 25岁的施新庚 在他的家乡 今天杭州市 于杭区梁主镇一带 一次偶然的发现 揭开了梁主文化的神秘面纱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 梁主的考古发掘 不断给诗人以惊喜 1986年至1987年 返山 摇山 两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 最高等级的梁主文化大型墓葬 被相继发现 1992年 超巨型建筑机址 墨角山大型宫殿机址浮出水面 2006年至2007年 正式确认发现梁主古城 开启梁主考古的新纪元 2015年 梁主古城外围水利工程的发掘 再一次震惊世界 地层学演化序列研究 和碳十四测年结果证实 该水利系统距今 约有5000年历史 80多年来 学术界对梁主文化的固有认知 被一次次刷新 考古发掘的重大突破 在这里一步步实证了 中华5000年文明 北纬30度 地球上一个神奇的地带 孕育了古埃及文明 苏美尔文明 哈拉帕文明的 尼罗河流域 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 都分布在这条神秘的地理线上 这些世界古老文明 距今5000年 位于世界东方的梁主文明 正与这些古老文明 处在同一纬度线 距今5300年 至4300年 中国长江下游 环太湖地区的南部 距杭州市区西北20公里 跨越梁主平遥两镇 是一处人口稠密的山间平原 5000年前 5000年前 这里是一片河湖遍布的水乡泽国 梁主先民选择在这里 规划营建梁主古城 使它成为梁主古国的权力与信仰中心 梁主古城由四个相对独立的遗址片区组成 完整包含了梁主先民建造的 规模宏大的城址 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 层级复杂的分等级墓地和祭坛 以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 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 以及与人工遗存具有直接关联的 自然山水等历史环境要素 城址是梁主古城遗址的核心 自内而外有宫殿区 内城与外城三重结构 宫殿区位居古城中央 包括墨角山及其南侧的黄坟山 池中寺三处台地 面积约39万平方米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墨角山只是两主地区 一个普通的小山丘 1987年104国道计划拓宽 考古工作者在穿越墨角山的路段 做了考古发掘 墨角山原来是人工堆的 那么87年我们就认识了 到92年的时候 我们在中间发掘 又发现了就是一层沙 一层泥这样夯起来的人工 这个大型的台器 我们认为它这个地方 就是应该返山这些贵族们 住的这种宫殿区 墨角山台地呈举形腹斗状 东西长670米 南北宽450米 面积约30万平方米 是古城内体量最大的人工台地 相对高度9米的台地顶面上 建有大墨角山 小墨角山 乌龟山 三座独立的宫殿台机 大面积夯住而成的沙土广场 以及35座房屋机制 是梁祖古国最高统治者的 居住和活动场所 在墨角山宫殿区东面的 中家港古河道内 发现树根用于墨角山宫殿建造的 大型木构建 可以想见当年那些建筑的宏大规模 墨角山宫殿建计 墨角山宫殿区位于整个古城的正中心 占据了古城十分之一的面积 堪称中国最早的宫城 也是规模最大的史前宫殿区 今天站在大墨角山上 古城内外尽收眼底 天木山的渔脉 大雄山和大遮山 为古城提供了南北两道天然的屏障 大墨角山是城内的制高点 总面积有两万平方米 均临天下之感扑面而来 这是王者或权贵 才能拥有的统治者的视野 体现了王者居中居高的特点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故宫的太和殿 太和殿的面积为一千二百多平方米 但五千年前 两主先民就已经能建造这么大的宫殿建筑 曾经何等辉煌 墨角山西南的池中寺台地 经考古发现有超过十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遗存 是粮主古城内大型粮仓的所在 反映出粮主古城的粮食储备和管理能力 以及当时城市的人口规模 那么池中市之所以我们说它也是五千年左右 一个当然是考古所也送了相关的标本 去各个实验室做了相关的测年 因为这个盗谷的话也是一年生的作物 所以一年生的作物 它相对来说测出来的数据是相对是比较精确的 2006年至2007年 从西城墙葡萄饭遗址发现关键线索 铺石垫底的人工堆筑高台开始 围绕墨角山遗址的四面城墙被逐一确认 粮主遗址发现了占地约三平方公里的粮主古城 粮主古城内城被一圈长达六千米的城墙为和 东北角和西南角分别是智山和凤山 两座自然山体 南北长约1910米 东西宽约1770米 总面积约280万平方米的古城内城 除宫殿区外 还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 市民居住区和墓地等不同功能区块 今天的梁主博物院展厅里 陈列着一部分城墙剖面实体 这是由台湾道卡斯工作室 运用了世界先进技术 从梁主古城北城墙上整体揭取下来的 它可以让我们真实地了解 城墙堆住的质感和土层 这片人工堆住的土墙 经历了五千年岁月 见证了一个文明古国的沧桑 它就是梁主王国古城的标志 城墙墙体宽窄不一 截面呈梯形高约五米 底部铺有淤泥和石块 上部是黄土墙体 城墙是梁主古城内城与外城的分界 城墙内外水道纵横 周极穿梭 城墙上人来人往 川流不息 梁主古城城墙长约六千米 土石方总量一百二十万立方米 万人建设队伍也需要数年才能建成 城墙底部的电石 踩自古城南北的山区 通过竹筏运送到城墙修筑现场 墙体铺石面积二十九万平方米 相当于四十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城墙墙体由纯净的黄土堆柱而成 堆土总量一百一十万立方米 可以填满四百四十个标准游泳池 可见这工程量的巨大 所以它一定背后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的权威 在组织这件事 管理这件事 并且还有质量监督 等等 所以这个梁主这么看 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 经过详细的考古勘探和解剖发掘 城墙上发现九座城门 其中八座为水门 水门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 四通八达的水门将城墙内外纵横交错的 古河道串联起来 人员物资通过这里往来于城内城外 古城南部 这条今天被称为梁主港的主要河道 在这片土地上已经静静流淌了五千年 在南城墙中部位置 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 这里没有发现电石和古河道的遗迹 是梁主古城的一处陆地城门 除南城墙无外城河外 其余三面城墙均有内外城河 形成家河铸城的模式 城内外河道经过水门相接 构成内外水网与水路交通体系 三平方千米的城圈面积 在五千年前可谓首屈一指 梁主一指有了明确的城 古城的发展是动态的 为了扩大居住用地应对人口的不断增加 人们在淤色的河道上和城外的沼泽地 继续堆住黄土 形成新的生活区 在内城的外围 十七处人工台地 断续链接成维和之势 构成了面积约351万平方米的半封壁形态 今天称为外城 古城内外分布着一些分等级墓地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五处 它们分别是代表最高等级的返山 遥山墓地 较高等级的江家山墓地 中等级的文家山墓地 和低等级的汴家山墓地 这些分等级墓地 与历年来环太湖地区陆续发现的 其他两种文化分等级墓地一起 构成了两种社会高低悬殊 层级复杂的阶层分化 为两种古国的出现 提供了社会分化方面的证据 返山墓地 是迄今发现的两种文化中 出土玉器数量最多 种类最丰富 制作最精致 文是最精美的一处墓地 返山十二号墓位于墓地中央位置 该墓地出土的丛王 岳王 玉壁 豪华权杖的玉端式 成组锥形器 三叉形器 环镯 管珠等玉器 显露出墓主人的特殊身份 玉丛是两种文化原创的气形 也是同时代辐射面最宽 影响力最强的玉器 玉丛和玉壁 是两种文化宗教信仰的最重要载体 也是当时神权的主要象征物 主要出土于高等级男性墓葬的玉月 则是王权和军事统帅权的象征物 出土的玉丛和玉月上 完整的神人寿面门 是两主玉器的文式主题 在两主古城大量发现 也遍布环太湖地区 这种人与寿复合的文式 是两主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 乃至唯一的神奇 标志着当时社会 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两主不仅仅是一个中心 有这么一个尸体 它和周围还有一个广泛的联系 构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 我称之为区域性的一个国家 或者叫一个地域性的国家 两主先民生活的地方 地处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 为防范洪水 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水资源 两主先民在营建古城的同时 还在古城西北方向 建造了水利系统 两主水利系统 由谷口高坝和平原堤坝 山前长堤高堤两极水坝组成 最远的水坝距离谷城11公里 谷口高坝发现的六条水坝 分东西两组 东组包括港宫陵 老虎陵 周家范 西组包括秋雾 石雾 蜜蜂龙 每组各自封堵一个 较高山体中的较大谷口 平原堤坝发现狮子山 鲤鱼山 观山 梧桐弄 四条堤坝 并通过自然港地与山前长堤 连接成一体 山前长堤 长约五公里 是水利系统中最大的单体遗存 这一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一百多平方公里 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遗址 也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堤坝系统之一 据测算 梁竹古城遗址 仅建造古城和水利工程的土石方量 就超过一千万立方米 这么浩大的工程所需要的社会组织 动员 管理 保障等能力 只有国家的力量才可能胜任 在梁竹文化发现八十周年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总结发言 叫做梁竹古国文明奇葩 这是一个国呀 原来我们以为是有一点文明的曙光 后面一看不对了 这么一大套系统 它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 它能做成吗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我们历史上没有记载 是考古发现了 年代缺错 过去我们认为中国的历史 主要以黄河流域为中心 对吧 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是了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文明的 我个人称之为是一个 冲体吧 冲体就是一个集体 大家都在往文明化上发展 那么改变了这个传统的 一个黄河流域为中心的这个历史观 梁祖文化对后世中华文明的影响 以预期为代表 有很多的元素 实际上有很多因素 都得以在后世的文明里面 得到了传承 梁祖古城被专家们视为中华第一城 它所展现的象星式三重结构的城市形态 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梁祖先民在湿地环境中创造的 水城的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 特别是城市的大型水资源管理工程 在东亚地区乃至人类文明史上 都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五千年前这片土地就是文明高地 高大的宫殿台积 雄伟的城墙 古老而庞大的水利工程 以及这些象征权力与信仰的精美玉器 无不佐证了梁祖王国 使目前中华大地上 第一个能够被确证进入国家的文明 古城遗址的发现 为中华五千年文明 留下质地有生的时政 寻着文明的源头 我们一路向前 在兼容并序中延绵不断 缔造出中华文明永续传承的 璀璨诗篇 作词材料理工程中华文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